美国的富比市杂志公布最新名人收入排行榜 前一年的冠军美国小天后泰勒斯 因为巡回演出结束 新专辑还在筹备当中 这一次竟然滑落到第49名 冠军由前歌手转战商界的吹牛老爹夺得 而另外歌手碧昂斯以及哈利波特作者JK罗林 名列第二和第三名 Sean Diddy Combs comes in at number one with 130 million 很久没有推出新作的饶舌歌手 吹牛老爹转战商界有成 去年已折合台币39.5亿的天价收入 甩开一票演艺圈名流 登上富比市名人榜冠军 怀了双胞胎的流行音乐天后碧昂斯 专辑宁梦特条广受好评 加上全球巡回演出 共赚进1.05亿美元 这和约31.7亿台币 高局第二 要共饶舌歌手JZ 也以4200万美元登上第55名 堪称演艺圈最吸睛的夫妻党 哈利波特外传电影 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全球票房超过8亿美元 让作者JK罗琳赚宝宝 再加上哈利波特音乐剧等收入 让罗琳以年收入9500万美元 冲上第三名 葡萄牙足球明星C罗 和NBA骑士队球星Lebron James 也挤进第7和第10名 是少数入榜的体育界名人 前一年的排行榜冠军 流行音乐小天后泰勒斯 这次却大幅滑落到第49名 跌破众人眼镜 泰勒斯去年和邪神 汤姆·希德斯顿的恋情 轰轰烈烈事业却交了百捐 世界巡演结束后 迟迟没有推出新专辑 工作量减少收入跟着奏剪 如今泰勒斯又有一段新恋情 新专辑也在筹备当中 渴望捐土重来 记者汪星惠陈亚廷综合报道